大家好 昨晚看完Apple第三科的新產品發布 以及最近來過賽後檢討 最近Apple是很密的 因為其實算是兩個月內 應該是兩個月內第三場 應該是今年最後一個壓軸的發布會 亦是變化最大的一個產品的發布會 沒錯 One more thing One more thing 本身在Apple來說是頗重的 而且是有一個頗特別的意義 因為過去這個One more thing 都是Steve Jobs留下一個比較 如果是一個很重要的 以及之前完全沒有說過的一個新產品的壓軸 所以每次看到One more thing 大家都會聯想到一個比較突破性的產品 而不會像iPhone或者iPad 我也是順著想一下每年一個更新 是的 所以這次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照片 都說了 這次真是 將Apple Mac這個產品線 帶入一個新的細胞 如果整個Mac的歷史 這次是第三次轉CPU 就是之前由Motorola的Power PC 轉做Intel 應該是1995年 這個我都不記得 這次是用Apple自己的Apple Silicon 昨晚正式訂了名字 叫做M1 不是大家之前估計的A14系列 A14Z或A14X或A14D 跟iPhone或者iPad用的CPU 就做一個比較大的分野 是的 我自己相信 其實你昨晚看完這個M1的介紹 因為昨晚其實都用了幾大的蝙蝠 去講M1的CPU 是的 那M1我想跟A14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那個記憶體的儲備 就是它將一個我們過去電腦的 電腦就還電腦 就是CPU還CPU RAM就還RAM 這次就是將主記憶體 就在CPU的CPU 裡面 是的 就變成是1Di的形式去組 那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好處就是那個RAM的速度 就一定會快了 因為你變成了進去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 你是限制了那個RAM那個數量的選擇 是的 譬如過去我們可以有16GB 32GB 當然Apple機就自從幾年前 就是MacBook轉款的時候 看死了那個RAM之後 其實你都沒有得自己後加的了 但是你都可以有些選擇 例如8GB、16GB、32GB 但是這次表現了在CPU裡面的時候 如果你選擇加RAM 其實它是做過另外一部機器給你的 又或者是可能將一部機器停閉了 部份的機體給你 就不是說看多兩顆RAM這樣簡單 就在一個CPU上面 所以就昨晚發佈完之後 譬如我們看看一些選擇 因為這次發佈三部新的Mac機 即使用的M1處理器都是以8GB RAM為標準的 但是8GB RAM可能大家有用到Mac機器 其實8GB都屬於一個比較入門的位置 如果大家想剪片這樣的時候 就會考慮加RAM的 譬如用到10GB RAM 但是加RAM的時候 基本上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你一定要上Apple的Online Store 訂製才會有的 就不會在Apple Store的門市 或者外面的零售店賣到 所以這個是暫時的情況 如果我估計將來這些新的Mac機 落到一些第三方的零售店 就是一些電器的連鎖店 我估計到時候都應該會有16GB的選項 但是再上32GB這樣就似乎看不到 是 先行分析過買機的時候 究竟這個RAM 對於大家有多少影響和用途 無論如何都要回覆M1這顆晶片 就像我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畫面 看到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了 這次的新年代的Mac 其實它的用意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是這三個字 已經可以總結了這次一系列的機器 是做了什麼 就是Performance 我想可能真的要有10機出來 去對比才會覺得 究竟實際上那個增幅有多少 但是很明顯 Apple就是想 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個生態圈 再建立一個更加強烈的生態圈 還有 Power efficiency 在現在的世代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再去 某個時間 要分析那個Power 才可以繼續做你的工作 轉去Apple Seiken的用意 其實就是想大家 可以用得更加盡 那個電池 其實大家可以上一張 看過去 這個就是MacBook的底板 你會看到 因為他們用過Intel的解決 其實很多東西 就限制在Intel上面 譬如Intel做的CPU 就是這個CPU 連著 以往我們有一個北橋的 是的 那Intel就是 有一個北橋的人 但是北橋以外 其實譬如 機體 IO的控制 以及Funderbolt 那顆控制 這些都是在Intel的範圍裡面 那Apple自己再加了T2 所以你要看到 如果要組成一個底板 有的叫做 其實那塊底板 你不可以縮得太小 還有很多東西 如果Intel不走 你是沒得走的 譬如我想把T2放進去 或者我Intel做一粒 像現在iPhone那樣 因為你看過iPhone 其實那塊底板是很小的 比起前幾代是越來越小的 因為Intel越來越多 在一個one-chip solution上 那麽它可以做大一點電池 或者做大一點鏡頭的相機的模組 那麽 但是Mac機呢 如果它用Intel solution Intel一天不改這個form factor 即RAM CPU分開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再加進去 它是沒有辦法再加進去 我看到未必是因為Intel的CPU 就是Apple的10代CPU 我們玩PC的時候 就是Intel摘牙膏 其實是不是因為Intel摘牙膏不夠快 而Apple想放棄它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是真的 Intel是沒有一個可以再加進去的解決 因為Intel一改 除非它是Telamate 只是給Apple的 如果它用回現在 比如十代、十一代這樣的方法上去 它除了顧Apple的CPU平台之外 它還要顧PC那邊 但PC那邊其實就沒有要求這樣轉 因為一向做開就是RAM或RAM CPU或CPU 它可以自己配搭 而且我覺得PC那邊相對地會選擇多一點 除了PC我不用Intel 我可能AMD 或者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Quocum Quocum其實都是做這一類的 要去轉 其實相對地Intel應該會用更多的資源 應該是五花串的 而且其實AppleCPU出的大家都知道 Apple已經開設了這麼多代的iPhone處理器 其實已經經驗相當豐富 再去做M1 其實對於它的難度 是不是要投入更多新的技術 或者一些很難去突破的技術 其實應該是不需要的 更加拿捏得更加征長 究竟我未來的Mac的定位 我想處理器可以令到 部機在某一個定位上 在哪個位置 我想Apple已經算好了 算得很清楚 是的 如果它用M1和A14 即是做一個分野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將來在Macbook上面 或者Mac上面 用那個CPU 是和手機上面 或者iOS上面 用那個A系的CPU 將來是會有更多的不同 可能A系的CPU 將來我相信都一定會走的方向 就是插入5G下去 一直這樣走的 而M1就會在GPU 表現上 和我方面去走的 還有 不過有一樣東西 都跟現在的 架構相似 其實都是對的 就是用了這個 Big Little的架構 就是四個 高性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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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可以在平衡方面做得更加好 即是圖解 效果 效果 M1那條線很高 但是力量很低 四分之一 都是多於四分之一 效果 效果真的是四分之一 那就真的要實機出 這個要實機出 還有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其實雖然它表面上告訴你 是八核心的CPU 大家大分之一 就不要用電腦 或者Intel CPU 或者AMD CPU 那個八核心的思維去看這個CPU 因為它不是八核心平衡分數嗎 其實它是四 四加四 甚至乎是四或四 其實我們還沒看到 究竟它會是 到時分配工作的時候 譬如你這些很低 loading的工作的時候 文書上網 它是用Efficiency的一顆 一去到Graphic的時候 或者剪片 它就要扯了Performance 其實M1也要 即是4加4還是4或4 這個我們到時可能要看看 但是不要用現在八核心 一定是比四核心 或者是怎樣 就是它不是好像PC 或者大家之前用Intel Intel 16核 這樣 8核16 16個 是不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計算的 不是這樣計算的 所以這個概念 可以把手機上面的處理器 的概念放進去 是的 放進去就沒有 如果我們用電腦 或者我們用MacBook 其實大部分時間 好像我們這樣 都開著來看網頁 或者開著來看圖片 播放PowerPoint給大家看 其實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CPU的擴充率 就不是很高 那就可以用5C的處理器 還有M1 又把Leo Engine 打進去 我記得中間應該沒有這些 10代 這些我也要同時補充一下 11代 11代才有 但是現在10代 11代機還未到 很多的處理器才開始有 這個Core 其實就是做一些AI Machine Learning的東西 一些 你覺得可能 為什麼放這個處理器下去 有什麼用呢 其實剛才我們還未開設 我是不是之前都跟同事同事說 其實Polosop也有用 譬如在發表會中間 試了Polosop怎樣去抓 又補地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會用到 這個Leo Engine 那樣東西 就是令到 其實他打這麼多東西 其實都是為了 可以很平衡地分配不同的工作 給不同的核心去做 從而達到更加省電 所以這次大家看到 無論是MacBook Air 或者MacBook Pro 這些東西 你會看到那個電池的續航力 是一下子 差不多 雙倍 最少 如果你說 看片界 官方公佈 就是MacBook Air 是18個小時 MacBook Pro 是20個小時 不充電 這個是一個 過去是一個很神奇的數字 無論是20個小時不充電 這個很厲害 就是看片 當然是看片 但是看片 也不算是一個很小的 一個空間 當然你不要 譬如以前我們很多時候 要很長續航力的 一來可能懶充電 你很多時候就說 我坐飛機 長途機的時候 可不可以充電 充電 就可以充電 充電 當然現在就少機會充電 但是 20個小時續航力 我相信很多人 兩天充電 充電 都可以 即是 你一天肯定就不用充電 是的 20個小時續航力 其實你的MacBook 比你買一部iPad iPad也做不到 iPad也是10個小時左右的續航力 所以其實是很厲害的 好 那M1 就打開 打頭陣 當然 之後 會出MacBook Air MacBook Pro 但是 有Hardware 也要有軟件 是的 這個就是 昨天晚上最卡住的位置 最卡住的位置 真的最卡住的位置 BIG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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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 13號 香港時間 13號 010 對 其實 你昨天晚上看到 整個BIGSER 設計 很多時候都配合了 這個新的M1 處理去行 轉了CPU Core 的 測試 對於現在 現有的 Intel Mac 是否 立即 升級上去 這個BIGSER Version 我自己有少少保留 或者是 看定 不要第一晚 先按上去 我自己覺得 因為 始終 那個測試 是有分別的 是 他剛才說過 Generic App 可以一個 曲停 可以有 M1 和 Intel 兩套 對 對 其一 其二 這樣兩套 相對令到 OS 是比較用重的 其實過去 你記憶回 當年 由Power 就是 Mac OS X 由 Power PC 轉 去Intel X86 的時候 頭那兩代 Mac OS 兼容兩套 都是 有些 擁重的 是的 所以 我當然 今天的科技 可以很簡單 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相信 大家其實是 預料得到 我相信 Apple也是 預料得到 Apple也說過 用兩年時間 去過渡 是的 那兩年 我覺得都 算快了 算快的 之前好像搞成五年 上次 上次 Power PC 轉Intel 由頭到尾 後來 直接 不下Power PC 是用了五年的時間 是的 那 是的 沒有說過兩年 這件事 剛才他用了 ServoEa 轉了大 上次 在這個 嘟嘟PC 說過兩年 昨晚我用了兩年 是的 所以這個 就是 新舊交代 我自己的建議 就是 如果你拿著 Intel Mac 尤其是 好像我這部 不是那麼最新的 Intel Mac 你轉款之前的 是 我個人 就不會立刻 上去 我都未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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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說 用新機 譬如我真的想買一部新的Mac機 去試一試 它的效果 或者其實今次這三部Mac機 特別是MacBook Air 和Mac Mini 就是我覺得性價比高 是的 如果你真的會買的時候 就要留意 如果我在這個 在M1架構下面 去安裝一些 現有Intel Base的軟件 那個 會不會有一些兼用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說 我是用Adobe 或者我用Microsoft 我相信這些大的問題 是不大的 我是第一個 很在意的事情 我昨天晚上就 真的太晚了 我看看 睡睡 但是我對於 軟件支援在那裡 真的非常在意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拍照片 拍照片 也有照片 那 昨天晚上就說 Lightroom 就快了 是的 應該下半月 是的 Folosop 是的 EarlyDC 當然很快 可能在說兩三個月後 現在就是11月 是的 EarlyDC Microsoft的Office 昨天晚上是沒有提過的 是的 沒有提過的 沒有提過的 首先 Mac的用戶 其實是可以用Pages 那些 但是始終 35日市佔的價值 其實都高 還有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 如果你的工作環境 同一時間 可能有其他同事 或者是用PC 很多時候 用Word format 或者Excel format 去交換檔案 或者共同Edit 那些檔案 你很難去用Pages 或者是用Apple的解決 去寫 Word format 所以這個情況 可能你還是要用回 Mac 365 又或者是Web-based 365 那我相信Web-based的問題 就不會很大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考慮 甚至乎我們昨天說 原來可能 我們 譬如我們公司 我們要做一些 Output的工作 我們要駁回一些 比較專業的 電印機 或者一些印刷的機器 或者一些輸出的機器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些Mac的主機器 譬如我們一些印刷 有些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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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這樣的支援 是不是可以立即 這麼快準備好 這個新版的OS 呢 有關心的 我想快極高可能要半年了 因為這次不是轉模式 就是轉模式 轉模式 那些軟件的程式 改動 是不是好像軟件 這麼簡單 或者是無儀器 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是Driver級 是的 這個是Driver級 因為這個是會涉及硬件的推動 不是純粹軟件 走到就可以 不過你這個 這樣的問題 其實 都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解決 因為今次 M1就跟iPhone的 或者iPad的架構 其實都迫雙 都說明了 可以將iOS iPadOS 或者iOS的APP 可以掛上去 掛上去 那先不理 那個效果是怎樣 那起碼可能我現在正在用 例如我平時 我家裡 Wireless printer 用iPhone的某個APP 其他可能會使用 這樣做 會不會都是一個解決方法 所以就要看你的支援的硬件 譬如Pinter 他本身有沒有 譬如 如果我是HP那類的Pinter 基本上他可以有WebPint 他都用iOS的工具 例如我们自己公司用的那个牌子,它没有一篇,也都是没有手机版的 拼页的时候,真是一个驱动程式装在你的系统里面 这件事就未必能帮得到,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用户,没有什么装置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公开公用,你就要考虑你身边的其他装置 举例,昨晚也有人看到的,很幻理的 如果你去这3部新的Mac机,你看到下面的标题,标题最底最底那里 兼容的周边配件,标题里面,你就会发现没有了这个外置GPU盒的选择 这个WBC好像完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是的,那就是说,如果以前我们都会说,我们要买一部 可能买一部MacBook Air,便宜一点的,以及它的效果不太厉害的 但是当我要剪片的时候,我用Thunderbolt,挤回EGPU,用一张大卡去推 但是这部机呢,这3部新机呢,就不可以用这个方案了 你只可以用回Mac里面的内置GPU 那对于一些专业的图像或者剪片应用,就可能有一些障碍 是的,就是目前它都会有点击 那当然,那昨晚Apple本身都做足功课的 告诉大家,其实M1它怎样剪4K的影片呢 其实上次M1有人问到,Mac mini 16G,512G SSD,FileCup 剪4K的影片 M1理论上,我觉得剪4K的影片 剪4K的影片,剪4K的影片 我觉得是快与慢而已 它宣称,它宣称MacBook在8K的专业面,即应该超过 所以我们说,这1,512G SSD,5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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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 其实剪412G SSD,5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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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 就是iOS的iMovie,是吗 用另外一些program 对了,还有另外一些program 几条track的,可以 那你说可不可以将我们 就是好像刚才说 又是未开mike之前 未开mike之前 是否要将PC上面的mike set 去套录回这个新的 新机上面去思考呢 那我觉得是 要两体的 一来一来它的系统本身不同了 就是那个OS 整个CPU架构 或者RAM的架构 就是RAM分配的方法可以不同了 第二样东西,你也要看那个software本身 例如Final Cup Pro 它会不会有为M1 重新做新的coding 或者这个过程它做了多少optimized的东西 就是如果它做得很好,好像iPad那样 你做到4G RAM都很顺利的时候 那你何需 16G RAM更加不需要担心 但是问题是 现在出的机器 就是说17号有机的时候 那个Final Cup套 那个upgrade 究竟去到什么程度呢 还是我还要兼容很多Intel Mac 我的RAM的计法 我都是要跟回旧那一套 有多少吃多少 那你16G RAM就可能真的未必发挥到应该有的长存 不过Mac Mini有个好处就是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买 我就会买16G加25G 我就未必会买512的 一来便便宜一点 二来便宜 因为其实Mac Mini 你拖外置黑点 比较容易 就是那些拖比较多 是 现在很多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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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起码你不会到处走 所以我拖外置 我拖一T 2T 或者拖一T SSD 或者拖一T SSD 或者USB 或者Funderbolt 够用的了 是够用的了 好过你买一只内置 因为如果在外面买一只内置 在外面买一只手指 加一个殼 是啊 那我宁愿买256,16GB RAM,自己拖一条外置 两个USB-A,两个USB-A,两个USB-A USB-A是5GB的,3.5GB USB-A就当你拆拆其他东西,那你留一个USB-C去拆 那你HDMI又不用经济出的,HDMI自己是HDMI拖屏幕的 那你拖屏幕先,我当你用USB-A,甚至用原装的 所以Mac mini就足够的,我宁愿拖外置 这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法 有读者问,还能不能安装Windows? 似乎没有提到,这个也是好问题 是的,一转了,那个CPU-C不是X86的了 反过来,到时候会不会有Parellel Desktop 虚拟的,可能会有的 我相信,Parellel那些是不会做事的 但是没有说是Support Intel Code的迫箱 还是M1 Code的迫箱 是的,如果你要真的在Mac上行Windows 我相信,要等Parell Desktop的设计 就是要等CFirm 准备一些 CAM就没有了 是的,没有了 另外一个有关心的,是Hackintosh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很硬的 如果你一天,那Officially 一定要叫,哈哈 是的,Hackintosh 这些东西还有一段时间在市场上 就是不会说明年就会完全消失 因为一些高级的用户 似乎现在M1 未必能够够够够够的 尤其是RAM那里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会看到,其实今次Intel 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入门 以及是要求电,就是Power efficiency 强的机器 就是放在MacBook Air和13寸 16寸机它不动 Mac Pro它不动 因为那些其实你会有很多 硬件的兼容问题会相对 遇上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相信在16寸或者MacBook Pro 我相信MacBook Pro 我相信MacBook Pro有机会是最后最后才用 或者可能它开发到multi-core 有两粒M1,四粒M1 有这些技术才出现不定 M1X也可能 M1X也可能 M1X也可能很快 我们不猜测它的 是的 我们不猜测它的 当年Apple Walsh的做法 就是这样 买完那个series 没有series的时候 突然间就会 我其实这只series 分析了大方 哇,你那是零代 你那是零奥机 是不是 所以就 iPhone也玩了四、三代 才开始用A4 那时候Intel 其实D1在iPhone也是用自己的chips 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改名 就是还没入正统 还没改靓名字 但是Apple Walsh不是 一出来第一粒 W1 那一粒是我的 哇,接着你弄一只series1 才叫第一袋 那你之前那是什么 就是初次 零奥机 更加有价值 很难去猜测 究竟Apple 之后会怎么做 但是 就是 经过昨晚的发表会 很明显就是 我会觉得 正如刚才所说 电视组行力是一个首要 是 电视组行力加这个效能 中间找的平衡点 都是首要 而 我们刚才没说过 MacBook Pro 会不会 之后才想 我自己个人觉得 都会很肯定 因为 刚才说过 解决不了一些很高阶的应用 一些很高阶的配件 配合 还有 之前我们有些消息说过 Apple 其实有机会自己去研发 一个 图片 是的 那 在现在 我出了一些 比较 轻强一点的机器 相对的 相对地 留待 这个 16吋 MacBook Pro iMac 究竟会不会有 第二个世代 M1还是 M2 M1加一颗 呢 我还以后 我再发展 新的GPU 去保存 我真的ель 所有 可以出现一颗 M1X M1X 只是 那究竟 是 擺放在一粒裡,還是一粒那一粒,真的可能會感到你才知道 是的,這次這三部Mac機都頗重實驗的意味 除了Apple自己對時的現場反應 軟件的兼容的,或者轉換過程的時間 另外一個新的玩法就是可以在上面走到iOS的app 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iOS14.2的升級出了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軟件都是跟著有它的升級版本 其實很多iOS的app的升級版本 如果大家用過你的iPhone,你去到app store看看 你正在用的app最新的版本 剛剛更新的那堆,你去找一下 看它裡面的項目,很多已經寫明 它支援的裝置除了是有iPhone、iPad之外 或者是Apple Watch之外 多了一個項目是Mac的 當然這個我相信應該要掛進去新的 就是這個M1的什麼 OS11 但是它又沒有寫明是M1還是Intel 我還沒想到掛個Intel的項目去行iOS 理論上應該是用M1才可以行到來 那有些什麼app呢? 譬如香港那些,你說大那些 其實我們昨天也有新聞講過 譬如Google就說,因為我的webbase 或者我用cone在webbrowsing上面擁強 在iOS上面 我就未必需要在Mac上面行我的iOS版本 所以Google就暫時沒有 但是Netflix有 昨天我們說了Netflix有 HBO有 那本地有些什麼呢? 昨天我們看過天文台 759 759有 Move有 Title有 KKboss有 Spotify好像沒有 因為Spotify本身是有什麼OS版的 是的 那就是 天文台說了 沒錯 甚至乎連我常看 醫管局的那個book 看鄰街證那個 H.A.Go 就是這些這麼在地的 本地app 都是支持了MailOS 所以就是說 其實你不要說 我是不是有一個到時 是不是我不用要iPad 我覺得不是 但是你可以當 其實MailOS 你會多了很多的選擇 或者很多多了這些 我們好像 iOS 我放了Mac機上面 就好像那些mini app 那樣 好像Widget那樣 其實你會多了很多新的用法 就是方便了很多 這方面我覺得潛力是很大的 那當然你會說 Apple說到連iOS的遊戲都在上面玩 那這個就看一看 那這個就看一看 就是 我 我 不回答Yes on no 吃雞行不行 大家也反而吃雞 touch screen 除非你把它可以 用鍵盤 本身吃雞就支援到 手掣 對 按照計 只要閉了 但是如果你有些很簡單的 譬如 是不是可以打麻雀仔 那些很簡單的mini game 如果可以 我覺得 都可以 你過去 是沒有什麼遊戲 我告訴你 大部分人打 在PC上面打 FPS 都是用這個十字 是的 所以打吃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還有一個touch screen 是的 對 對 對 定在iPhone上面吃雞 那你也都 未知它會不會使用手掣 使用手掣 使用手掣更加好 他有一張相機出來 原來 Mini放在旁邊 是放了Xbox手掣在那裡 那已經孤知肉親 就打算是用 Gang controller 來打機 是的 所以 我覺得OK 就是 你轉身Mac機 可能舊軟件不兼用 但是你兼用了一大堆iOS的軟件 就OK的 始終iPhone那裡手機的User Base 比較大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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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有一個介面 它有單一的功能 好像Mac 那樣 如果用iOS的App 你用Swipe UI 你要設定情況 或者Story Ball 那些 你用多一些鬧角 例如Touch In Touch Out 但是你用Mac機 其實開發 本來在UI上是比較簡單 實行 問題就是 因為Mac機的User Base 比較小 所以 少人搞 你都選擇多了 今時不同 所以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潛質 好 那 三部機 說完 那就選三部機 好了 如果真的要買 我讓你選擇 Martin 你會 當然你可能 你剛才回答了 先觀望一下 真的要你三選一的時候 在這個moment 你會怎樣選 就在畫面上 看到那一部 我自己會選AIR 因為三部機 因為 Mac Pro M1版 當然好像說 多了一些 多的風扇 或者其他類型 其實沒有風扇 靜音 值錢過有風扇 現在有風扇 M1 M1本身 我想問一下 大家 iPhone有風扇 我的想法就是 iPhone上面 都會有這樣的效果 放回 這一堆Mac上面 我當然選 Mac Pro M1 這次我看 Air 和13吋 入門版MacBook Pro 其實它 製造了之前 8代Intel 那個入門版MacBook Pro High-end Intel 10代 MacBook Pro 13 仍然在 好像更貴了 一萬五千多 再要槍下 再要槍下 Intel版的13吋 還存在 分別在於什麼呢 其實這個入門版 或者這個M1版的MacBook Pro 13 和這個MacBook Air 13 那個分別真是多了一條Touch bar 其他就是電池帶 2個小時 乾了100米 分別不是很大的 電池帶了少許 USB4 兩邊都有的 還有這個入門版的MacBook Pro 13 都是在左邊兩個分別 分別 USB4 可以用前邊薄點 手機的才是輕一點 輕一點 一百克 像兩個機器那個數量很差 不算很遠 分別就是 火牛好像少一些 30火 一個三十火 一個人30火 一個人30火 一個人60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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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分別 30火我會輕一點 火牛帶快一點 很多人可以跑分 這個時間 在個速度上有分別 Core Speed 會不會做一些東西 令到那個可以沒有風扇 那個又要有風扇 這個要出來才知道 很後兩塊應該是 Green Batch 是的 但兩者都是叫做發核心的 唯一的分別就是 MacBook Air 的入門版 大家在網上看到價錢最便宜的那一隻 它的 GPU 是 7 Core 的 好 馬上我 7 Core 馬上我收拾一下 我先走到這裏 這個應該比較的 那我們先留下 我們購買 購買 立刻購買 因為一路公佈 AM1 是 8 Core 的 是 7 Core GPU 少了一個 這樣就 好像是有少少 GPU 令到它身價上有些分別 要不然它不能夠多兩千元 分別就是 512 25 和 512 就是 SSD 是的 兩者都是 8GB RAM 的 但是它現在這樣 所以給你看看 其實那顆 M1 是會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可以平閉 平閉一個Core 令到你便宜一點 當然我看不到 欠一個GPU Core 或者寫新機 或者是放這個 Work from Home 用途 都可以的 即是不是很誇張 或者要剪片 但是如果你想上去 剪片都可以的 我相信 那 可能16加512 那16加512 那16加512 那1萬 1萬 1萬1千多 1萬1千多 是 是 可能同樣價錢 就是16512 但是可能同樣價錢 你買 13就是16加256 是 但是你就多了一條Touch Bar 多了兩個小時的電 那你權衡 還有風扇 是的 再強調風扇 再強調風扇 放風扇 我覺得是不應該計算 除非它到時的CPU 或者GPU Core Speed 有分別 我相信 我相信 也有 這個可能是 為什麼它要加風扇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沒有風扇 Core Speed 有影響 是的 應該沒有說過Core Speed 沒有說過 所以到時出了實物 我自己 你選擇MacBook Air 這是最老的 我覺得 是 可能是選擇16加512 有損陣 就是用Longer 是的 如果給我 我會選Mac Mini 因為真的便宜一點 而來 其實自己有MacBook 其實外出我可以用自己的MacBook 最主要就是買Mac Mini 真的試試它所有的 軟件怎麼用 這樣 平時也都 搭個Desktop屏幕 可以用來做日常的工作 甚至乎買個高倍的紫薇片 這樣 但是所謂的高倍其實就是加RAM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我買Mac Mini 我就會加個16G RAM SSD保持在256 就領免自己叫外置 沒錯 是的 這樣就6999 那就比較相宜很多 比起 6999這個512 那我就不要 我就要256那個option 就這樣加水 是的 計算4000多少 加15000 加完呢 都是6999的 是的 那你要16G RAM 256 還是8G 512 我和你一樣 那如果買Mac Mini 我便會加這個 是的 那就是 因為多來塞海 可以加 再不是我 還可以 就是很多option 但是16G你買了 就10G 8G你買了就是8G 是的 都抵用 是的 不過要留意 如果你是要加RAM 就上回Apple Store online那裡訂 是的 那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 如果你買 標配的8G版 你可以訂完之後 選去Apple Store 拿現貨的 但是如果你選擇 16G呢 就沒有現貨拿這個option 全部一定要送貨 是的 還有遲一兩天的 所以我相信 16G版全部都是TELAMIC 這裡 很小 很小 Apple Store 取放無接 不會買工 按一把 按一把 是可以選到的 現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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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出去 不要緊 現在都沒有了 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 太划算了 但是呢 我現在才發現 其實Mac Mini是抵壞的 便宜的 而且我現在才發現 只有銀色的 是的 黑色 黑色是有 Intel Face 很貴的 你看看吧 八千多 貴的 我以為它一直都會變黑色的 不是 黑色是走一個比較Pro的位置 黑色是沒有給阿波的 我們還要看MacBook Pro 13 無論如何都要說一下 有觀眾說 明年呢 這部機 加了一個iPad Pro 有何分 其實我最初 我自己 大家同事都看到 我用了一部是iPad 5 也有歷史 有無法 那我就 trad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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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換 等買新iPad Air iPad Air 的 看完 準備了 那它又公布說 已經開One More Thing幾招 那還不知道是什麼機 那我 不如等一看 因為 我是想想著 真的有部機可以出去街 即時可能打字 傳播回來 或者在街上做一些 online的Editing 那我是需要一個keyboard的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 如果Smart Keyboard 加上iPad Air 4 講到 6千多 iPad Air 4 還要買 6學4 我不捨得買256 因為買256 其實我不如去iPad Pro 因為大家都要6千多元 那我不如買iPad Pro 那我買6學4 最標配4千多元 再加個Smart Keyboard 講到6千多元 6千多元 差不多7千元 那我不如去觀看 這樣 看看這個 尤其是 當時有消息說 它可以進行iOS Apps的時候 要更加等 當然 當然 那它要看 那它要看 那個自然的朋友 有沒有all out自己 那暫時都可以 OK的 就是用到的數量 不說很多 但起碼都有 這樣 我覺得可以 可以嘗試 那你用LTE 那你用LTE 你給一千元買LTE 還是你買iPhone 因為我買iPhone 買iPhone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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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比我買4G 雖然說現在的PC很便宜 但是5G share 怎麽都比4G 我不會多給1千元 在現在這個時候 除非我會多給1千元 那個5G iPad 但是4G 也是 都是Tiffin 連賣方便的 都沒有那麽大的 不便的消息 所以就 現在這樣看 如果我沒有MacBook 我要一部機出門 可能MacBook Air 是OK的 真的OK的 OK的 很OK的 20個小時 是啊 真的可以的 MacBook Air 18個小時 18個小時 iPad Air 都沒有這個 當然大家會看 因為現在11月 如果按照Apple的慣例 有機會可能 可能下年的3月左右 就有機會出新的iPad Pro 是 那iPad Pro到時又玩些什麽 會不會是A14Z 那樣呢 或者到時再有什麽變化呢 可以搞Touch IP 喂 屎龍國善呢 有班 我自己認為 下一代iPad 不知道一定 是啊 不知道會不會是Touch IP 對 有機會很大 其他東西 我覺得 另外有機會轉 全都說有機會轉 因為現在是LCD 有機會轉 VLED VLED 會更加節省電 和對比度更加高 對 對 技術上 可能在用途上 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在技術上 特別是大 是的 因為用途 我們只是看螢幕 你LCD 和OLED 或者Mini LED 和LCD 可以更加節省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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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亮度更加高 所以我估計的最大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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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部分 如果 外形 這次 也有雙鏡頭 有 拉打 11寸 薄邊框 這些方式 應該不會大 最多 加上 Air Touch ID 其實都很齊 好 有朋友問 iMac iMac 都沒有轉 我這樣看 其實 iMac 現在很多人 不會買一體 iMac iMac 最初可以出現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看機 大家會覺得很棒 尤其是27寸的iMac 但是現在你看看市面上 螢幕的選擇 多了很多 還有 就算27寸好 你可以選擇27寸4K 又或者是一些21比9的螢幕 做Multi Display 甚至會超闊的螢幕 對 或者是再闊一些螢幕 因為現在很多人剪片 10比9的螢幕 或者10的螢幕 是不夠用的 很多時候要拖兩條timeline 或者一邊做review 所以很多人選擇21比9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有這些因素 去考慮的話 我寧願買Mac mini 自己的螢幕 的選擇會彈性更大很多 因為現在說 可能5K的iMac 27 這個螢幕是漂亮的 但是你一定是一個16比10的 那你說它會不會轉M1 或者轉Apple Silicon 一定有這一天的 那當然未必那麼快 或者可能是明年下一次iMac轉款的時候才轉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panel的選擇 現在市面上是多了很多螢幕 不同剪裁的螢幕 不同比例的螢幕 就是自己配合適合自己需要的螢幕 對 講一點點 我自己怎麼看 iMac轉硬 就是跟阿Lo說一樣 轉硬了 究竟是明年的年頭 還是年中 但是我覺得 iMac在外形上 應該是有機會 會不會拘捷 是吧 是啊 本身擺出來已經是漂亮 真是 很老實說 不是抬舉 Apple什麼東西 實際上它做一體機 全世界應該沒有什麼機能比它好 但是 透過今次改變 就是很多 剛才不是說過 Intel本身要做一組底板的時候 這個夾那樣的 螢幕很大 很快 很大塊 究竟會不會 我轉了M1之後 就算我下了一顆 傳聞中Apple會出的Graphic 其實那塊螢幕 那塊螢幕應該會小很多 是啊 究竟會不會再加一些其他東西 我覺得本身應該會有這樣的空間 會不會突然間 iMac在旁邊的框位加一個Cuture ID 你不知道 我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小的 我覺得 如果它改款 因為你底板小了 散業的要求也會低了 是否可以再大一點 或者是另一邊再薄一點 甚至乎是整部機再薄一點 會不會出現一個無邊框的iMac 無邊框的iMac 無邊框的iMac 因為iMac都轉了幾次光碟 是 是 自從它沒有了一個干貼機 都薄了很多 或者會不會突然間 好像現在市場上有些螢幕 沒有腳的 只是被那些Visa 就後面 動來動去 那些可以動的腳 夾到桌上 你買一塊XR Display 都是沒有的 哈哈哈哈 會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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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版本 會不會出現 會不會把XR 那個Display 那個樣子 放回到iMac 很多現在的Office 是用那些調避的 有省位 你出過Versamind的Version 那裡跑掉 是啊 我相信應該全部換掉 是的 真的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在我們這半年 應該未必這麼快 驗到換M1 是的 我當然希望它可以出現 價錢上面都可以平一些 應該 也可以去告訴大家 其實 M1 整個Architecture出來 其實我是可以 replace到現在intel based 高階用途的 機器 可以滿足現在 我要hapy duty 用朋友的需要 因為 昨晚也有跟朋友說 這樣出 其實是否告訴大家 現在M1 你先用普通的東西 我hapy duty 幫你幫我等 要大家等 是不是這樣 給外界的訊息 會不會 在高效能的板球上面 連都要在intel上面 長遠都會轉的 不過可能M4MD 我覺得會強快 所以M1 在某程度上 實驗性很高 就這樣大 我覺得很高 是的 剛才你說轉款 其實我昨晚也有想 它吹得用one more thing 我想 會不會乘機 Macbook的樣子轉了 可惜就沒有轉到 因為當年 由Power Mac轉 Intel Mac 突然間出了那部 那部Mac Power Mac的名字 轉個名字 Macbook i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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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整個背殼 PowerBall 如果Po 去PowerFall 突然間 名字轉為Macbook 名字 都改了 然後樣子是轉了 所以我昨晚 想 會不會它其實連Macbook 都會轉款 不是啊 從晚 沒有改名字 怎麼又沒有改款 真的 我看回 我今早 不夠一波兵 不夠勁 我今早 看回 因為M1 不是實際性 其實我想說 今早 我看回款 看回片 Mac mini 那時候 我以為是出一個 原柱體型的 的機 的 對 就算不柱形 我誤到下面的圓圈 好像HomePod mini 鑽式 用RGB燈滲出來 我以為它 是呀 鑽上的真是RGB燈 真的有RGB燈 真的有RGB燈 這麼帥 我想說 我相信Apple 在Apple上 未學上 應該就 暫時未出現 暫時未出現 好像HomePod那樣 HomePod那樣燈 Siri的時候 它會動 哇 挺有型 是啊 今天都和大家 分享到這裡 是啊 我們要做一個預告 今天會有兩集 Gather Live 除了這一集之外 今天 我們要送半場 現在不說幾點 還是 都是 唐晚的時候 是 我們會加插一個 下半場 下半場 今天的下半場 不是今個星期的下半場 今個星期應該還有Gather Live 今天下半場 是Gather Live 說什麼呢 晚點出曝光話 先告訴大家 是啊 我相信大家 有些 猜到 有事等到可以做 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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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當然要跟回規矩 一會兒就知道什麼事情 負責同事說可以出曝光話 好 今晚見 今晚見 晚點見 晚點見 好 真的晚點見 如果有什麼 大家對於N1這個 其實 又說回來 One more thing 是 是什麼 是 N1套號 這個 是真的 大家想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討論 歡迎在我們Facebook直播Feed 留言 Youtube頻道 留言也可以 大家 回到的意見 或者我們可以再看 有什麼 可以回規矩 去跟進 跟大家分析 新一代的Mac 究竟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比較不好處 或者之後是怎樣的 好 來到這裡 晚點再和大家玩另外一件事 好 拜拜 好